我現在要為各位介紹四分三連音的演奏方法 先說明什麼叫四分三連音 有時候你在譜上面 你會看到有三個四分音符 畫起來是這樣的 這三個四分音符 可能在上方或者是下方 會再加住一個三 或者是在下方 這樣子的音符就是四分三連音 現在要來講四分三連音要怎麼演奏 首先我用一條線來代表要演奏的一個小節 在這個小節當中 我想要用 第三拍跟第四拍 也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一段時間 把它做三個等分 這三個等分的時間點就是四分三連音 那實際上切割的方法還蠻簡單的 你先把要 切割的這 第三拍跟第四拍各自做三個等分 這樣子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這樣 這兩拍一共就有六份 把每兩份 畫在一起 那就一樣了 所以說你實際演奏的時間點是在 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第三拍的第1個時間點跟第3個時間點 然後在第4拍的第2個時間點 這樣子 這個演奏 第一個箭頭這個演奏它的時間值就會 到這邊 第二個演奏的時間值會到這邊 第三個演奏的時間值就到這個小節結束 所以就把 這個第3拍跟第4拍 平均的分成三個等分 那現在這個紙上談兵 是比較簡單的 那實際上練習的時候 我建議把前面兩拍 當作一個預備 你先 慢慢的習慣 每拍三等分的感覺之後 再去做切換 所以 我現在把前面的兩拍也想成是 三連音的感覺 那像 我現在先簡單的用唸的 來唸一個拍子 1 2 3 4 1 2 3 4 在這個速度的基礎之下 想想看三連音的速度應該多快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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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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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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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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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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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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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話我會建議把每個等分 這裡面的每個時間點都念出來 慢慢的練 因為這個重點不是在於你的手會動 或者是會彈 我想每個人都會動會彈會敲 但是實際上你能不能夠真正記住 這個時間的感覺是要慢慢累積的 所以先慢慢的把每個時間點 三等分的時間點都念出來 習慣了以後試試看念在心裡 甚至忽略不念 只念出1,2,3,4 試試看變成1,2,3,4 1,2,3,4 慢慢的練習到這個已經只需要1,2,3,4 不需要把三等分的時間點念出來 你都可以演奏的話就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要有一個考驗 就是你可能會把它演奏成別的拍子 很多的鼓手或者是吉他手比較擅長一些 每拍四等分的音樂 16分音符為基礎的音樂的吉他手 常常會彈出一個拍子 就是如果我把這個第三拍跟第四拍 劃成四個等分 那有可能會演奏成第三拍的第一個時間點跟第四個時間點 還有第四拍的第三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我這底下這三個箭頭跟上面其實很像 尤其是時間在流動當中我們很難察覺到這兩個的差異 但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比較敏感一點的樂手會察覺到其實不一樣 有的時候你演奏的是三連音 有的時候你演奏的可能是下面這個拍子 有時候我會說這個叫332 因為就三個16分音符 三個16分音符 兩個16分音符 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 兩個一組 所以我稱這個節奏是332 那他在譜上面常見的寫法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子的拍子 但是很容易混淆跟上面的這一個 我記得以前我在練團的時候 曾經被我的鍵盤手要求過 被他嫌棄過 因為我把上面的這個節奏打成很像下面這一個 我現在來試試看喔 演奏一下下面這一個 那所以他的基礎是每拍四等分 1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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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回來上面這一個 1 2 1 2 其實我這樣示範的 你還是覺得聽起來很模糊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打得沒有很準 我現在提供一個方法讓各位可以檢查 可以檢視一下你的演奏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練上面這一種 把兩拍三等分 四拍四分音伏三連音 我們要演奏的是上面這個節奏的話 你可以試著在第一拍第二拍就把它三等分 所以這樣子會有整個小節被六等分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聲音連貫下來 他們聽起來是速度均等的 但是如果你演奏的是下面這種感覺的話 當你的一二拍也是演奏三三二 三四拍也是演奏三三二 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你演奏的這個時間點 並不是等速的 他們的速度不均等 我說明一下 會出現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三個十六分音符的間隔 三個十六分音符 兩個三個三個兩個 它的速度是怪怪的 聽聽看會是這樣子 我演奏下面這一個 連續兩組的三三二 連續兩組的三三二 感覺很不一樣對不對 上面的這一個版本聽起來就會讓你的演奏聽起來是速度均等的 不會有忽快忽慢的感覺 這是很重要的差異 但實際上在演奏的時候 這個手法 這樣的拍子 常常被放在一個小節裡面的第三拍跟第四拍 其實有時候是放在一二拍 少數情況下會出現在二三拍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出現在三四拍的時候 加上這歌的速度如果不太慢 有一點速度的時候 其實這兩者是非常接近的啦 那常常被演奏成這樣 其實大家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速度夠快的話 但是如果說是速度比較慢 又或者是要連續的出現這樣子的音符 那你這個兩拍被三等分的感覺 必須要練得再精確一點 會比較好